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圣堂的阴影 神探敌人结传 今天咱们讲第十回 成功法则 刻电双尸案的第三回 本节目由西云果蔬粉赞助播出 为了健康跟着掌柜走北京 昨天咱们说的敌人结 正在和洪亮头干 说杀人现场的事 不出所料 没有线索 是吧 因为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一句话 现场看不出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乔太忽然闯了进来 一张嘴 杀错人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敌人结一大早 不是把乔太留在了尸体的现场吗 乔太就一直在赵家殿门口看摊 等着武作 武作到了 就开始验尸 验尸 这就要把原来落在一起的两具尸体分开 先用清水清洗 然后确认死者身份 哪有身份呢 就是走个刑事 无名尸 然后再往下就是验伤 有确切 也说有刀伤的 那以后登记就叫意外死亡 没有的就叫 暴病而亡 反正地方上这点事 大家都明白 是吧 这事就是往小了说呗 验尸当中就有个手续 要赵掌柜辨认一下 是不是住你店里的人 案子 其实这就是学问 案子确实不准备追究的 但是这个时候 一定先要把赵掌柜牵连进来 最终报告上才不会写说 这件事情跟赵老板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现在必须这么调查 要不敌大人怎么走了呢 这是做官的学问 赵掌柜不怕破财 巴不得现在破点财 让这件事跟自己没关系 你明白了吗 其实我跟你说 稍有常识的就明白 敌大人这是会做官 你说别说现在的侨态了 你说洪亮和陶干 和陶干 这俩人会会放过那个第一现场的王掌柜吗 会放过那个刘二吗 也不会 但是这种小钱 哎 敌大人真的犯不上 这个事 所以敌大人就不问了 让手下人去办就完了 同样 敌大人也不会在赵家店门口不走 这是因为会做官 人家为什么跟着你干 肯定最后得得点好处 一个做头的 少操那个心 能放手下一把就放一把 哎 也不是什么大事 赵老板 王老板也绝没有怨言 他们巴不得赶快让这件事过去呢 最后这件事 你看 大家都高兴 所以这样的细节 是吧 书里写的这样的细节 是吧 没 没有说 我跟你说 真的 你看 没有老大亲自下手去验尸的 是吧 老大要是啥都盯着 哪有兄弟到了关键时刻 会拼命向前的呢 所以 如果太仔细 是吧 到头来 大家都不高兴 会做头的 就是这样 会做头 你做出来的事 大家都高兴 上边高兴 下面也高兴 不会做头的 做出来 大家都不高兴 你还特累 可是今天这个事出事了 这个时候 到了 到了燕鸣身份的时候 乔太就让赵老板去认 是不是 你店里的 这就是给 给赵老板上眼药了 你明白吗 赵掌柜就没有办法 只能去看 可赵掌柜一看 立刻就说 不对 上边的那个人 是晚上住在我的店里的 现在原来压在下边那个 我不认识 不是 不是死的另一个人 赵老板说 确实是 昨天两个人住在我店里 今天一早走了 其中有一个人 就是刚才那个那两具尸体 趴在上面那一句 这个人 赵老板说 以前来过好多次 好几次都住在我店里 所以我一看 赵老板就认出来了 但是下边那一句 一个是以前 没看见脸 再一个 那个人以前没来过 所以赵老板对那个人 长成什么样 也印象不深 他又被压在下边 所以赵老板一开始 一看见上边那个人 就认为 这是他们俩 可是现在两具尸体分开以后 洗净了脸上的血 赵老板才发现 下边那具尸体不对 因为什么 因为住店的另一个人 是有胡子的 可是现在死的这个人 没胡子 听乔泰这么一说 狄大人 有点紧张了 这案子突然就变得离奇了 这不是好事 做官的人 我跟你说 最怕奇案 原因很简单 奇案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而且呢 而且这件事可能久久无法平息 甚至于多少年以后 还会有人记 你说一件破不了的案子 是吧 大老爷最不希望他被人关注 最不想他很多年以后还被人记 当官的 最怕奇案 其实 所谓奇案 你看历史上也有很多奇案 我跟你说 你没发现吗 所有的奇案都是破了以后 才成为奇案 真正遇到的奇案 都是这样 老爷紧张 失业发傻 大家现在想的 不是怎么破案 而是怎么平案 怎么把这案子 现在压下去 问题在哪 第一个 原本敌大人觉得没问题的案子 现在可能有问题了 这个案子 最怕有人告 原本大家都不关心 是因为没有人告 两个人 来了两个万地人 死了两个都在这呢 你说谁告去 但是现在突然不确定了 少死了一个 死少了一个 那个没死的 会不会来告呢 他现在没来告 他是不是回家送信去了呢 是吧 只要他一告 或者家属将来被叫来告 这案子就变成必须破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死的这个人 这多死了一个 死的这个人是谁 最怕一个什么事 最怕死一个本地人 因为什么 因为如果死的是这个 这个是本地人 那一定有人告啊 只是还不知道他死了呢 现在 所以现在第一大人的紧张 和和你看洪亮的焦虑 不是这个案子怎么了 而是突然有一个极大的可能性 那这个就是这个案子 突然变得必须破了 如果必须破 那就得仔细琢磨琢磨了 案子 破案的方向在哪呢 从哪破案呢 原方会怎么看呢 郑说着 马荣进来了 他还没听说 说双尸案出了怪事呢 他直接就向敌人节禀报 我把那个刘二的那几个随从 都关进了牢房 按您说的 我就躲在一边 偷听他们谈话 听他们说是这么回事 昨天呢 刘二夜里赌钱去了 天亮才回来 输了钱 但是就正遇到了 在大陆上就正遇到这两具尸体 因为欠了赌债 于是他就想讹那个赵掌柜500万钱 就叫上其他的两个人 想要遗失到赵家店门口 谁想呢 讹人不成 被大人识破 敌人节点了点头 这事可能真的就是这么回事 刘二也也没有嫌疑 随后 敌人节就跟洪亮说 说刘二带来了吗 带刘二 你带刘二去二堂 是吧 我要私底下见他 刘二一瘸一拐的 走进了二堂 敌人节 我跟你说 这时候面带微笑 在那等着他呢 刘二要跪下行礼 被敌人节叫住了 刘二 你可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打你 小的不知 你别嘴硬 我打你 绝对没冤枉你 但是 但是你们下边做事人的苦衷 我也不是不知道 赵四那斯是可恨 但是你这么搞事情 是要搞出乱子的 你他要是今天啊 揪住你栽赃这件事不松口 你怎么收场 我打你四十棍子 他出了气 才没有揪住你不放 你别不知好歹 刘二好像还真的就受了感动 大神恩典 小人明白了 小人吃醉了 我告诉你 今天我打你 不是乱来 是因为你触犯了刑律 死尸不离寸地 你不明白吗 谢大人恩典 小人现在真的明白了 记住了 下次再也不敢了 谢大人恩典 带着你那几个兄弟回去吧 那回去以后 给我仔细打听 今天案子里 是两个死人 有一个 谁也不认识 你给我扫听见 这个人是谁 还有 另一个人 跑的那个 没死的那个人 去哪儿了 刘二已经在外边 听人说了 两个死人的事 这个时候 已经知道 敌人节说的是什么 口中不断地说 是是是是 推了出去 高高兴兴地 带着一屁股伤回家了 兴高采烈地到处帮着敌大人去打听 这是这是能力 掌柜就见过这么干的过 紧跟着 敌人节在大唐 传见了武座和赵掌柜 听赵掌柜怎么说 赵掌柜说 说这个 这个死去的商人 自己算是认识 但是并不知道 他的详细底细 只是知道 他是湖州人 他专门做蚕丝生意的 以前呢 他总是 做这条商路 每次呢 在在这个镇里来呢 都是落脚在赵掌柜的店里 但是这一回啊 有些不同 因为以前呢 他都是一个人 但是这一回 来了两个人 现在失踪的那个人 以前没见过 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只知道 除了他有胡须以外 他一口牙都是黑色的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反常的事情 所以赵掌柜也没有特别留意 这个人的相貌 敌人节问 既然是客商 那他们随身 有没有货物 赵掌柜回答 没有 因为这一回好像他们是去办货 所以随身他们有很多钱 但是 没货 随身并没有带着货 敌人节和一边站着的红亮 对视了一眼 那就是说 哎呀 人死了 钱丢了 而黑牙人 失踪 敌人节很客气的安慰了赵掌柜几句 就让赵掌柜走了 赵掌柜走了 桥太 马荣 陶干 都发愣了 咋办 案情 说是有重大突破 嫌疑人现在很清楚 就是那个没死的人 但是问题是 咋找啊 就只知道黑牙 你哪找去 敌人节也在沉思 洪亮这个时候凑上来说 说大人 我今天呢 特别仔细的看了那两个人的伤口 去之前 去第一案件 现场之前 我就看过那两个人伤口 刚才我也问了问武作 我觉得干这活的人呢 是个惯犯 因为他这个刀口啊 很深 而且位置很准 所以说 这个案子呢 报案 大家现在都觉得 基本上可以断定 现在失踪的另一个客商 有重大嫌疑 关键是 他到现在 也没有来报案 敌人节这回真的是犯难了 是啊 他只是 他只是截了一笔钱 一个惯犯 一旦得手 像现在这种情况 就会立刻消失 所以 敌大人突然站起来 要找到这个人 一定要快 这样 陶干 乔泰 马荣 你们立刻行动 把周围所有能用上的关系都用上 让黑道的朋友帮我们找这个外来的贼 我断定 干这种活的人一定不是咱们本地的 陶干在一边赞许当 大人说的对 杀人 截获这种事 一定是兔子不吃窝边草的 陶干 敌人节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 我总觉得我们今天漏掉了什么 没什么呀 今天一切都都很正常啊 敌人节听了洪亮的话 突然一拍脑门 我知道了 太正常了 你这句话 就是太正常了 我们忘了一件事 忘了 另一个人的衣着 衣着 很正常 敌人节 若有所思的看着远处 就是因为衣着很正常 你说 你说为什么赵老板一开始 没有发现死错了人呢 大人您的意思是 这 这衣服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明天 明天 继续 到底这衣服上有什么问题 明天 掌柜 告诉你 又 rural 老板 儿子 就 不见 公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